最近呢在网上有一类标题叫美国快完蛋了,或者美国衰落了啊,那有一点啊,我觉得很有意思,我看到很多人在那儿讨论说美国的衰落就意味着美股要崩了啊,或者是美国的军事不行了,或者是胡塞敢打美国的航母了啊,反正众说纷纭的,我也想说一说美帝啊完蛋的标志是什么,就出现什么样的转折点,或者什么样的标志性事件,那就真意味着美国的这个霸权快结束了啊,我说说我的看法啊, 有一种东西啊,比股票还准,比军事还准,比拖鞋打航母还准,叫什么呢?叫做长臂管辖权,你在全球看啊,什么时候美国的这个长臂管辖权不管用了,那就说明啊,美国的这个霸权就算是彻底完蛋了,如果这个长臂管辖权还有用,那么就证明美国的这个霸权还没完蛋,为什么这么说啊? 你要知道啊,军事也好,经济也好,其实这些东西只是因,什么样是果呢?长臂管辖权是果,那美国其实在世界上为啥这么多人这么怕的,比如说美国人到了世界各地去,你也不敢对他很过分啊,当然恐怖分子除外啊,我们就说普通的国家政府也不敢很为难美国人,除非这个美国人明显的触犯了法律,对吧? 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权,美国如果宣布制裁某一个人,或者宣布制裁某一个国家,其实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,就算是你跟他对着干,你也不敢公开宣布,说我就违反你的制裁了,你也得绕过这个制裁。 就像比如前一段这个委内威拉,是吧?去买这个飞机一样,他也不敢明着就说,我现在就要买这架飞机,我现在就要违反你的制裁禁令,他要怎么样呢?他要通过空壳公司在佛罗里达去购买这架飞机,但即使呢,他触犯了这个东西被美国政府发现以后,美国政府依然可以用你违反了我的这个禁令法为由,他就不在美国国内,在多米尼家庭呢,依旧把你给扣押了。 就是美国可以以他自己的意志,不顾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反对,他去制裁一个人,或者制裁一个国家,这个软实力啊,要用硬实力来配合,美国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恐怖啊,配合这个产品管软权,是什么呢? 就是所有的东西,信息对他来说几乎是单方面透明的,比如说他想制裁一个人,或者制裁一个国家,他能把这个国家和人的所有的东西记录,存款,购买东西的记录,所有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全给你公布了, 但是你却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,除非他自己公布了一些公开数据,否则他的内部数据你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,只有他公布你的,而你公布不了他的,你公布他他也不怕。 这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叫阿桑奇吗?阿桑奇大家看看啊,被搞得多惨啊,就公布了美国的一些表面上的一些东西,还不是数据,还只是一些私密的这些文件以后,大家看阿桑奇被美国这产品管软权弄成啥样了啊? 其实你看他打压很多中国企业使用的就是长臂管软权,还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啊,就是当年美国搞这个二四通,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长臂管软权啊,就即使你不在美国国内,美国依旧可以把手伸到这儿,这个地方我不派CIA去,我不派FBI去,一个我的警察我都不派,我就告诉这个所在国,你触犯了美国的制裁禁令,你抓不抓他? 所以说啊,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看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,就是为什么你要怕他?你可以不怕他,你可以完全不给他的面子,对吧? 虽然说你跟他有引渡协议,但是你可以不生效嘛,你可以不认嘛,那你为什么要认呢? 那其实说白了,还是他的这个综合实力在这儿,你惹不起他,你如果能惹起他,你不怕的就像以前苏联跟美国打冷战的时候,那跟美国平奔秋色,你就直接宣布,我这边几百个装甲师,你那边几百个装甲师,咱俩核弹瞄着,我就不跟你来往了,我就自己搞我自己这一套,我这边控制着半个地球,我就直接给你撕破脸了,咱俩就拜拜,你长臂管软权的东西也管辖不到我这国家,我这些东西跟你也没关系,我的所有企业你也制裁不了,对吧? 这就要跟美国平奔秋色,但剩下的时候,所有的国家,所有的企业,其实都还是挺怕美国这产品管软权的,你包括啊,美国现在这个毒品泛滥也是,他自己国家毒品泛滥,是因为美国这边国内的这些毒贩,他没法管,但是美国对外国毒贩,他可毫不留情,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条法律是,只要外国毒贩的飞机,或者是外国毒贩的轮船,敢经过美国本土去印度,不管你是任何国家,任何地区的谁, 美军立马出动到你本土把这毒贩给打击了,而且这不止一次在拉美上演,所以说导致后来这些毒贩对美国就吓尿了,就完全不敢到美国本土去,当然了,由于拉美的这些毒贩,最终来说不敢往美国本土上贩毒啊,最终培养起了美国本土无数的大毒小, 以至于今天美国本土毒品泛乱,美国已经把这个毒品完全合法化了,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了,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啊,这个长臂管车权确实说明它的一个综合实力,所以说啊,以后大家要看美国是不是衰落了,是不是快完蛋了,你就看这长臂管车权有多少国家还在给它面子,给面子的国家越多,就证明它的这个余威犹在,什么时候没国家给面子了,就说明美帝彻底完蛋了啊。